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能多方共同赢的大戏至少要起到三个效果 第一 要让国王看到王后的争吵 她是真心实意地赞同国王将士尼娜贵妃恢复王室所有头衔的决定的 第二 要让士尼娜贵妃明白 她虽然曾经和自己争夺王后宝座 但那都是历史 并不应该去计较 第三 要让整个臣民们看到王后是一个仁慈的王后 连自己的敌人都能容忍的人 还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呢 王后确实十分聪明 她决定通过宴请施尼娜贵妃的方式达到以上三个效果 并对外宣称 这不是鸿门宴和施尼娜贵妃 我们本来就是好姐妹 这样施尼娜贵妃根本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如果不去赴宴就真显得太小气了 而且也有三个理由让施尼娜贵妃不能拒绝 第一 如果不去就会让人觉得 这是王后摆下了鸿门宴 使王后的形象在国民的心中受损 而这会直接影响到国王的形象 因此国王会责惯施尼娜贵妃不顾大局 太过于自私 第二 如果不去 其实让王后一点也没有觉得丢面子 反而觉得施尼娜太气仇了 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 这样的人呢 不要说当王后 就连贵妃都不配了 第三 如果不去 就会给外界造成一个假象 那就是施尼娜贵妃得到国王的宠爱后 心里并未放下仇恨 甚至有意和王后宣战 这有一种狐假虎威的感觉 那么不仅是后宫 甚至整个皇室成员 可能都会关注他们 最终成为众矢之地的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 是尼娜贵妃接到王后的邀请后 不讲思索的一口答应 决定去赴宴 当然了 王后也十分聪明 向王室成员们透露 作为好姐妹 就是续去救而已 当然 至于这次邀请 到底都请了什么人 谈了什么 王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外人无人知晓 当然最高兴的莫过于国王了 家和万世新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可对王后和施妮娜贵妃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呢 接下来是王室情有温情 28岁希拉米跪地伺候公公 老太王对儿媳宠宁一笑 泰国国王马哈有过五任妻子 但是要论容貌 还是第三任希拉米最美 她原本只是出身平寒的舞女 但是在结识马哈之后走上了逆袭之路 但是奈何职业并不被王室所接受 但是撞毁的他那抖得抓住时机 在王室后绩无人的情况下 马哈将四个儿子赶走 不再具有继承权还印生子 终于在儿子出生前几个月转正的身份 希拉米被废的原因有很多 来自外界的压力 马哈其他女人的煽风点火 他家人的贪污和丈夫的绝情 但是这些中并不包括希拉米 不懂得抱大腿 在嫁入王室之后 他虽然与宋飞的关系十分不合 并且霸占了宋飞的寝宫 但是对于王室真正具有话语权的人 他始终保持毕恭毕敬 对太王普密棚十分恭敬 总是带着铁帮公在公公面前刷好感 普密棚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君主 妻子施了一起出轨之后 他也能选择原谅 虽然对儿媳以前的工作有些不满 但是却依旧包容了他 与自己的孙子共享天伦之乐 希拉米也聪明地跪在地上伺候公公 这样温情的照片在迪邦公的成长中还有许多 希拉米的付出没有白费 普密棚对待这个儿媳十分温柔 在60周年庆典刚开始时 当时28岁的希拉米跪在地上 普密棚也对着他宠溺一笑 缓解了希拉米无人理睬的尴尬 虽然泰国王室看似是一个大家庭 但是却分为了不同的小团体 等到大家换上了泰国传统宫廷服饰 共同出席的时候 成员都有意和希拉米隔开 这也是希拉米的软肋 与马哈国王在一起多年 如此多的王室成员 就仅仅和苏瑞范公主的关系比较亲密 除此之外呢 也只有泰王愿意理睬这个儿媳 实际上普密棚对每一个儿媳都很好 有一种说法是普密棚并非真心喜欢这家儿媳 只是不希望他们的孩子长大之后 会对王室有所抱怨 也就是一种爱屋及屋的心态 但是无论如何 普密棚确实是王室少有的好公公 但是讨好了公公 却忽视了丈夫的绝情 希拉米当初有多么的受宠 后来被废的时候就有多么的凄凉 这其中还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 希拉米被废之后 原本是得到一笔补偿金和一座豪宅 安逸地离开生活 但是却被马哈返回软禁在寺庙 在16年之前 希拉米还有不同的寺庙生活照传出 但是在16年普密棚逝世之后 再无任何的照片传出了 这也是为何有媒体称 希拉米已经不在人世 希拉米是生是死 如今不得而知 媒体也只能猜测他的去处 不过他唯一的儿子提帮工 在王室的地位却是肉眼可见的危险 原本十南九稳的王楚味 已经变得岌岌可危 前有四个被驱逐的哥哥想要回国 后有苏利达的儿子想要转正 不过还是希望这样漂亮的美人 依旧健康地生活在某个角落 等待儿子出头之日便会重见天日 最后是泰国飞飞复卫 出狱后重获国王喜爱 段位高超 希尼娜这一年里的经历也算是起起伏伏 看遍人间冷暖了 2019年7月 希尼娜在和苏提达竞争王后的比赛中 败下阵来 只获封贵妃头衔 希尼娜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 搞了不少小动作 一定要和王后一争高下 结果争来争去 把自己的贵妃头衔也给搞丢了 拉玛时事一声令下 把希尼娜打入监狱 剥夺了所有头衔 一夜之间 从万人景仰的贵妃变成了阶下球 然而希尼娜并没有放弃生活 这部守得云开见月明 拉玛时事又把希尼娜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并且拍飞机 把希尼娜从泰国接到了德国 和拉玛时事一起悠闲的度假 国王甚至还亲自的大沐尼黑机场迎接爱飞 并且给她准备了十来套新的礼服 哄希尼娜开心 放出来每两天 拉玛时事就宣布 恢复希尼娜的贵妃头衔 从以往的势力来看 泰王还是一个非常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不太讲感情的人 比如说他把第二任妻子流放国外 令他终身不能回泰国 而第三任妻子希拉米在离婚后 就没有再出现在公众场合过 如今在僧孕替发修行 当时拉玛时事还逮捕了他的亲人 指控他们滥用王室身份 获取钱财 这么看来 希尼娜能从监狱中走出来 并重获国王的青睐 还是有点手段 非常厉害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